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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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气氛与点栏目 我们转发 召usion 面加密資格 并且是定属顏造成结 所以作為回復的速度會比較快 這個是這部分的研究 那麼在這裡其實我們的試驗 就是在歐洲方面的一個試驗 其實高溫的效果會更明顯 高溫其實因為高溫比較難做 高溫的一個高溫逆境比較不好做 低溫逆境低溫逆境 低溫逆境比較好控制 稍微冰一下 比較明顯 高溫的時候 實驗的一個這個 通常是這樣 那麼為什麼他們會去做低溫逆境 因為在南歐 他們有一種保存 對歐洲來說 他們的胸還會比較大 我們像亞洲代地區 其實我們真的要遭受低溫逆境的機會 不是沒有機會 不是沒有機會 就是說那種比例 比例上來說 會稍微少一點點 不會那麼吃軟 簡單說就是這樣 就是說 不會像這個在溫逆地區 他們可能就是低溫的機會 比較大 他們的這個稻村 並說他們麥子 這個 剛在出業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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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到這個稻村 他有可能 出業起來 出業起來之後 他去判斷 要去判斷 還是說判斷到這樣去去 所以 在這方面 他們的研究就會 也比較多 會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去做這種處理 你如果他這個造型上 也有可能的 一年的這個 三龍的影響 對於這個 在我們熱帶亞熱帶地區 我們長期就是這個高溫的障礙 我們高溫障礙 所以高溫低溫的 這都可以來使用 那麼在高溫的時候 高溫的時候 最主要的是 通常就是那個滲透壓 就是水分的一個 供應的這個問題 比較大 啊 這個供應上 會對得比較不對 怎麼說供應對得比較不對 就是說 比如說 落後 這有時候 他不一定是完全高 不是純粹是高溫的問題 這有時候落後 落後 他的筋有太多 筋有太多 筋有太多 你再存在這個 他就調整不來 你如果用這個加量 其中田太檢 一筋就比較不容易太多 筋就比較不容易太多 筋就比較不容易太多 他有一個保護 他滲透壓 他又滴到這個保護 所以 他就比較不容易害怕 目前我們看到 是有這種一個寶可 你聽很多朋友 有用過的 你都覺得說 阿新的 我好像你說的 真的有像你說的那樣 看你 看得出來 怎麼比較不會吃辣 因為這在我們台灣 比較接近看得到 你說 低溫的傷害 在台灣 不是沒有 我們聽眾朋友 你要了解到 也是會 但是 這個同鄉 沒有那麼吃辣 這個 尤其我們的低溫 就是 那種機會比較少 機會比較少 機會比較少 受傷也沒那麼多 所以 基本上 我們這個傷害性 就會稍微小一點點 這是 聽聽 是在我們這方面 做管理的時候 很多去遇到 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 在這家 我個人認為效果最明顯 效果最明顯 效果最明顯 應該 還是在高溫 尤其落後 那時候 又是下雨 就剛好 這個高溫 效果很明顯 那麼 這個同鄉 在低溫的 這個傷害 裡面 我們目前看起來 當然你如果平常有在用 這個 有在用這個 天菜減 可能 要去傷到的機會 也很小 就是說 要有 低溫要去傷到的機會 也變很小 就會變得很小 就不容易低溫傷害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在這種 藥在營的時候 有兩種 一種當然就是說 有預防的好個 加量這種東西 在低溫裡面 我們特別強調 在激溫裡面 最主要是強調 他的一個 異風的好個 就是他有一個很好的 預防這種低溫 低溫的一個 逆症的這個好個 但是如果真正冷到 你會噴 就會噴 真正冷 已經冷到 想到 我們在營 我們是營 什麼 我們目前 現在 在我們手臂 因為我們試驗起來 我們是感到 這個調整的 這個 就是說他的 指化墓宿的提取物 那麼這個東西 裡面 他本來就有這種 修復的一個 效果 所以感覺起來 他的效果更好 這是一個比較 這不一定 就是說 當然我們平常 他要上海這個機會 要上到的機會 本來我們就沒有很冷 要上到就比較沒那麼嚴重 當然你看我們所在 有的所在 在山頂也是有可能 有那個盪上的一個 這個可能性 那麼平常 你們說兩禮拜 大概兩三週用一次 這寒流來 再補充一次 這樣就 大概就 很好 你如果說我就每禮拜 轉油了我都加一順 你就不要用 我們建議的是八百一千 你用15倍 那像我們很多好朋友 在用這個玉米蘇的時候 他們 一天就是都15倍 一天 又遇到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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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倍 那不會太補 這旁邊的人 就這樣說 兩千倍 那不會太補 不過要夠那麼好用 那兩千倍 那一點 那一個油 兩千倍 你敢知道那兩千倍 一千倍的時候 一個動力湯 如果25粒 對不對 我們如果是一千倍的時候 是 25CC 那兩千倍就是12.5 12.5 12.5CC 那一輸而已 他說 那 那電視因為 他在那個寶貝仔 剛開始在鼓的時候 通常 他差不多 一禮拜 有時候要十八天 兩天 起碼是兩天 應該是說 差不多三五天 三天五天 三天五天 一般通常三天五天 三天五天 三天五天 這通常他們在轉油的節奏 都要看一看 大過 如果看不可以 不是 有的說 你頭子轉得更重 頭子轉得更重 後面就不用煩惱了 就是說頭子 很有壓力 頭子過得好後面就沒有了 所以頭子那時候 他在用就用很薄 因為他要用多 用觸手比較多 所以你就要看說你用的次數 觸手多 就是在這裡要給我們朋友了解 這個重點 就是說你用的 觸手比較多 對不對 他本來就容易 這個用的 你就要知道 大概 是有這種 出力的一個風信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次數多 你就要 你就可以調較薄 所以你如果說一禮拜補一次 就對你在用油 那個濃度 我們如果是正常一千杯 差不多就是 兩週一次 兩到三週一次 這就有一定的這個浩克 當然在 按鈕要來進行 你再補一下 當然會這樣 那麼這個冠金 跟到這個夜噴的這個浩克 這是這樣 就是說 在根部裡面的時候 這個 這個頁面 我都直接吸收利用 但是根部呢 他還有一個很大的這個 好處 金布當然是 最容易來吸收 再來就是說 根圈的這些維生物 也會獲得到這個東西 因為這本來就是植物的一個 一個對 和維生物現在的研究裡面發現 它跟維生物之間的一個 共生的一種 就是 維生物也會去吃這個東西 會喜歡這個東西 植物也會提供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他就是說 對這個根圈的一個 有益維生物的養成 是有贅民的一個這個 因爲它是一個 這個 有機酸 雖然叫做甜菜鹼 但是那是鹼肌的意思 我們一直為什麽的補 一直都會跟他說 叫做甘胺酸甜菜鹼 甜菜鹼甘胺酸 其實我是要讓你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 酸性 它融在水裡面 它是酸性的東西 它是氨基酸類的一種東西 所以它不是鹼性的這個氨基酸 它是那個酸性的這個東西 但是它這個有一個鹼肌 鹼肌就叫做甜菜鹼 所以你稍微了解一下 那麼冠金 冠金在管他說有什麼 比較有什麼明顯的這個差異 並說在根部快速成長的那個 這個階段是說這陣子比較容易有這個漏 我們冠金 我們可以增加它對著這個 金其實很怕高溫 並說飛龍哥 飛龍哥 不然就沒有推薦你這個用品的 你冠金 冠金已經沒有辦法吸收因為它千金 千金對這個 運動的這個表現 就是說投用運動變化 大的時候金就比較容易受傷 我們讓它進步 有這個適當的一個甜菜鹼 這個能夠吸收 那麼它對一個金就有一個金 沒有對這個高溫度這個抗性 這個通常是這樣 那麼冠金通常會用比較多 這個通常一個月一次一次 大概就是 這個八百倍 一般通常是 阿婆都會比較容易小漲 的時候 小時候館大漲就這樣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就是提供一個原料 用館成品給它 那麼這種的一個特例 你如果說冠金跟夜噴都有用 這個東西 譬如說你冠 冠你夜噴你就會可以稍微間隔一下 譬如說你衣服歸來說 那麼衣服歸來說 那麼衣服歸我們是不是 我們都會選擇 我們都照時間罐頭 對不對 罐頭 我們通常是小漲 因為罐頭得數都是在小漲的時候 大漲在罐頭的意義 因為金打開後你在罐頭的意義就比較沒那麼大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小漲的時候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 所以你小漲以冠金為主 比較大一段 我們就以夜噴為主 所以 這是這樣 所以這裡面你說 要怎麼來改這個 這個間隔 這個東西你自己調整 這應該是 一般通常如果冠金你就不用夜噴 這應該是沒那麼吃 有的說沒有 這個本油要先刷跟人一刷 因為你如果用這個東西 藍在這個 四美巴蓋裡面在噴 效果會很好 對 比這個滲透壓調整的關係 所以它的吸收價很好 所以 你也可以這樣 但是一般我是比較建議說 小漲 小漲的時候 你有冠金的時候 你用冠金比較大漲 你夜噴 你比較去夜噴 這間隔多久這就不一定 這應該是沒很重要 那麼 現在冠人的時候 這個固定時間冠金兩三 應該是兩三禮拜 譬如說你有固定時間冠金 冠完之後你就浪兩三禮拜 你如果說 冠完之後黎明又要帶油了 你就這邊就買 你就因為你 冠金通常沒有那麼吃冠 因為冠金通常會遇到 這個特殊的狀況的時候 要來冠 所以其實冠入來 是做這個補充 這個什麼東西有需要 這次的草 豋肥你種什麼 假設你看什麼東西有這個必要 大體上是這樣 所以三禮拜夜噴 寒流要來的時候 還要做一個補充一般是不必 但是就是說看這個特殊的 要知道因為寒流要來 我們12前8日後我們就知道了 所以我們的傳油可以稍微 稍微在那個時間稍微調整 所以不用說特別去噴 你就跟你平常因為寒冷 寒冷在傳油 那個北洞海管理的時間 因為沒什麼貨水 所以我們北洞海管理的時間 我們包括回歸都是 都沒有每個禮拜在噴油 在看連回歸就沒有每個禮拜噴油 是不是這樣 所以那個時間你就能把它調整整個 那麼比如說這個定期噴田菜鹽 單獨來噴 那麼比如說拜他噴田菜鹽 多幾天噴這個給民家農藥 這是不是安全 啊這個東西你不用去 不用單獨傳 你把南作火用就好了 這個傳效能肥跟農藥 因為這個也沒有什麼EC值嘛 他這個和農藥都會藍 很多農藥都有藍這個東西 要提高他的這個 滲透壓要提高他的這個 吸收效益 所以這個東西很安全 你根本 這個沒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不用特別說我做田菜鹽 我又去傳農藥 我們沒有那麼小而已 這個東西呢 這個要 稍作一個管理 好那麼農藥的這個精力很多 所以希望說單獨噴田菜鹽 一般是不必要的 那豬肥 豬肥這個你用的這個東西 譬如說 檢視濾氧化銅這種東西 因為這個 但是這個也沒差 他就是還是沒有差 好 他可以讓大多數我們想對的 這個農藥可以混合 因為他是酸性的 他現在溶在水裡面的時候 基本上 如果在 800倍 就是大概在5.8的一個地方 反正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 看你的水的一個 這個狀況 這個東西 這個不說很一定 所以這個不用特別去改 那麼這個不需要單獨去噴 我的建議是這樣 我再說一次 不需要單獨去噴 好嗎 那麼你和這個農藥作為噴 這樣就好了 這你就發現 像這個葉面肥的 好像這些農藥呢 這個 好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你不要單獨用 就不需要單獨用 你如果說要灌頭 我就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灌 我要去把土甲 這樣這我沒意見 但是你如果說噴效品 不需要單獨 不需要單獨去用 這是我給你一個小小的建議 那麼灌根 這個要灌這個東西多久一遍了 這大概一個月一次呢 800倍 500到800倍 其實800倍就很好用 因為這種東西不用多根部 對它是很容易吸收的 那麼這類是相當的這個有用 那麼 這個 這個你說 問一個如果 如果 如果 那是噴這個天菜前 那麼 以上噴 正常的這個葉面肥 都很安全 都有幫 是不是對其他的葉面肥 這東西來講 就是說 他目前你能夠了解到 這個 這個東西 為什麼不然一直推薦你和這個 效果作費用 這個效果作費用 因為 你能夠去幫助這個葉面肥的這個吸收啊 你能夠了解啊 並說 我們 這個 我們在介紹的那個焦體肥 德國的這個焦體肥有兩種 一種是利用這個 人工去 去調整出來的這種 這個等電好的那個焦體肥 另外一種就是說在這個肥料裡面呢 去加一些這種甜菜前 加一些這個藻酸這種呢 那麼形成這個焦體肥 這種都是為了要創 為了要提高到這個葉面的這個吸收 這個 這個原理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 啊 有什麼辦法一直一直一直跟你說 不要單獨粉 不要單獨粉 其實他跟肥料矯詐一起的時候 啊 那個肥料會變 比如說你買這個 四美八戒 做效應肥 啊 這個這個東西哦 在這個化學肥料裡面 啊 他算是很好 就是說他 在日本效應就很好 但是我們跟這個東西去南作費時 有可能就形成一個類似 這種德國這些焦體肥一種的原理 那麼他的這個因為 這種作物的去吸收這個 啊 這個 田太鹼 橄欖酸 然後 他的這個這個滲透壓各方面 食物對這個東西是很喜歡的 所以 有可能也 很容易哦 其他這些肥料呢 這個 幫助 他的這個吸收哦 所以有一些這個農藥哦 一些這個 這個營養劑哦 並說這個化學肥料 他都會中間 再南這個東西 不做他吸收啊 所以 這個吸收效益啦 各方面呢 這個新陳代謝都會比較好 所以你也當做 就是加在一起用 做回來用啊 那麼 其中呢 這個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呢 你先做這些場客 那麼 大體上呢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 我們是拿這個東西呢 我們拿這個東西 拿來用在葡萄 拿來用在這個小苗 材仔 這個材仔呢 材仔呢 這個 出家出來了 啊 我們在噴 這個職業展平 我們在噴 在噴這個 亞磷酸甲的時候 大概3,000倍 以前在噴 有時候 三千倍 會再燒到啊 為什麼要把它噴 因為那很會有量的啊 因為不需要 不需要用愛花劑啊 用愛花劑有時候 比較不會開筋嘛 農民 種下去 真的不會開筋 這個 大陸愛花劑很好用 這個 這個 買衣送衣啊 這個 怎麼叫 買衣送衣 都說 拌下去 啊 動掌 動掌 你動很久 啊 這個 這個 你本來要動一個 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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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星期都不會大 都這樣 QQ 連筋就打不開 很厲害啦 這個東西 所以 啊 我們一直不愛用這種 那麼 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就利用這個 但是 比較怕去把它燒到 所以 藍這個天菜剪 下去煮 那麼 原來我們拿到的 還蠻貴的 這個東西很貴 好 藍這個火 把它煮 效果還不錯 所以現在在材料裡面 是拿這個東西來減少 這個化學肥料 這個葉面肥 蠻貴的這個肥胸 所以 我個人認為效果相當顯著 所以 在這裡 特別給你建議說 就是不要分開 不要分開用 農葉要沾的時候 你就沾在沾 這樣就對了 好 啊沾 蠻貴的時候 沾在沾 這樣就對了 這個東西是這樣適用的 這個風險 這個 今天給你稍作 這個參加 那麼 今年我們棄草莓苗 這個相當滿意 現在我們 老米都種了 都已經種下去了 在第一個月要出來 因為我們種大苗 不好意思跟我們好朋友說 南方草莓 用 用 在台灣可能用高山 我們 我們是在高原 在這個高原地帶 這個 山西大同 在這個山西大同的這個山頂 那麼 種這個 做這個草莓苗 這個草莓苗 它稍微大幅大幅大幅 啊 就在它 當然要顧好 所以 啊 用這個天菜檢 這個起來 目前 今年成效非常 這個 呃 那我們的草莓苗賣到不夠賣 對不是吹牛的 啊 這個感覺呢 挺爽的 啊 聽到農民跟我們說 嗯 聽你們黑 我們過年這樣賺到錢 啊 讓別人 這個少採兩次花 我們多採那兩次 後面我們可能 即使還有啦 可能會多採好幾次 不過太爽了 不太晚了 因為 感覺說做其他 可能比較好 所以 他們就把草莓把它撐撐 所以 有的 我都敢說 你把地獄 要把它 照顧 要把它照顧 反正就是要想辦法去賺錢 好 在賺錢呢 就是要聚焦 他的 他會遇到什麼困難 啊 遇到 遇到的這個困難 不是說 種什麼東西都一帆風順 對吧 就是 那個 環境很好的 對吧 我們也是 啊 這 你怎麼讓他 比辦人好 比如說 我們 其實如果 種煉莓的 這個不知道好朋友在種煉莓 這個如果我們六草阿華 聽到 路草的阿華 你怎麼有聽到 假設你怎麼有聽到 你卡電話來電 你這一包我私人送給你 這個 你種煉莓 這個也是很認真 當然你如果是有煉莓的啦 比如說你有煉莓 你跟我講一下 那麼我們前面一個 這個東西 絕對會讓你敏意 這在煉莓裡面無敵的 我跟你說 這絕對是無敵的效果 所以不用各個公格 所以我們請人家說 你就有用過 但是我們甚至可以這樣子跟你吹牛 對吧 你先拿回去用 正連服 你先拿回去 你先拿一包回去贏 贏贏的 不好 你都不用說什麼理由 你說阿博 這包不好 你拿來農機棧的 這個有時候你抱歉 你說阿博 我怎麼認真 但也沒關係 你拿來 那個路草就掉了 你把我用完了也沒關係 你跟路草拿來 你說阿博這不好 這個沒有效 我們錢馬上推給你 其實是在這個實驗上 更方便 這個效果都還不錯 可能 沒有人不會農 也不會這麼囂張 這麼囂張 其實我是要跟我們好朋友說 就是說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 我們運用的那個技巧 慢慢慢慢 我們再拿出來一個 更好的一個這個方法 這樣 那麼 目前比較看起來 目前比較看起來 在這個 聯武防裂 這今年我們絕對是要在桌子 桌子現在在開花在丟花 在桌子的這個方便 要讓它大放異常 就是說噴過後 要讓我們 我們有噴 加量的座 要把人比把人還要金 就是那個果皮的那個亮度 那個提升 會要讓你很抑義 近前有人用木瓜 木瓜說 那木瓜怎麼怪怪 我睡了 跟老婆說 那木瓜怎麼怪怪 我說怎麼 啊 覺得 去咬到油 炸油 炸金 油 所想的 這樣 金金 我說這樣 不說 這樣 人不知道 過我們 沒有什麼東西 我說 看看他 說 結果呢 那個木瓜 夾得好嗎 怎麼好嗎 他就說 他放 人家一般木瓜 如果放下去 這樣軟 速度 直近 要軟 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擲 就嚇他 這樣 就是說 他的外觀 在變化 除假壽命會比較短 反賣 想命 看得出來 這樣 人家賣 每一個人注意的點不一樣 所以 這里 這方面 可以 當中央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去利用它 那麼 這個 但是就是說 不要添加 我們的 人家最大的睡覺 不用單獨睡 好嗎 真的不用單獨睡 沒有那個比喩 沒有那個比喩 這酪梨用這個東西 這已經 就是那個亮度 整個的亮度 什麼還要 都很好 已經是沒有什麼 無殘念的這個事情